這部分喔 那就是這個這個地方嘛 清除掉喔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發現喔 假設呢 你按一下按鈕的時候喔 發現奇怪為什麼這邊顯示什麼呢 顯示無法執行聚集 然後該聚集 可能什麼在使用中或停止啦 最最大的問題喔 就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呢 你打開 如果說你的這個Excel裡面喔 假如有寫那個有錄製聚集 或者是有寫VBA的話 它開啟的時候 開啟這個檔案的時候 上個禮拜這個檔案的時候 它會跳出一個安全性警告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執行聚集 或者是執行VBA的話 一定要記得喔 按一下這個按鈕 如果你沒有按下這個按鈕的話呢 你在執行一定會出現這個錯誤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假如你打開的話呢 有跳出這個啟用內容 記得一定要點下去 如果沒有點擊的話 那你執行任何的 程式喔 都是沒有辦法執行的喔 OK 特別注意喔 因為他 擔心說 像這些程式喔 其實是有風險的 什麼風險 如果那個程式是 是有病毒的 或者說呢 可能有惡意的程式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喔 你那個程式 你那個電腦會發生很大的 這個問題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當你啟動的時候 一定要按一下啟用內容 OK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也是 同學常常遇到的問題 說老師為什麼這個我按下去沒辦法執行喔 那應該你就沒辦法按 你沒有啟用內容 OK 然後再來的話 你就清除它 這個時候就可以執行了 他不會跳那個 無法執行 這個聚集的這個問題喔 OK 所以上個禮拜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講到這部分 那至於那裡面的程式呢 他就放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那你可以發現喔 他如果將來錄製的聚集喔 或者是說你要寫的VBA的話 一律是放在所謂的模組裡面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打開之後的話 假如是你要打開Visual Basic 之前寫的程式的話 它放的位置一定是在模組裡面 所以如果你打開之後 假如說呢 它不是直接幫你打開 你也沒有關係 你就直接怎麼樣 自己再到模組裡面把它打開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上個禮拜呢 我們錄製的程式喔 就會出現在 在這個模組裡面 總共會有兩段嘛 一段是手機串接 一段是手機清除 那再來我們當然是有加上所謂的註解啦 那這個註解 特別是開頭一定要是單引號開頭 如果前面你假設沒有單引號 像有同學 忘了打單引號 那它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它看不懂 為什麼看不懂 因為它上面有中文啊 有數字 他根本不知道這到底寫什麼 所以喔 如果你將來 你不希望說呢 這一段被程式執行的話 那記得前面開頭 一定要加上所謂的單引號 那還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 那如果我不加這些註解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那為什麼要加 對齁 這個大概意思可以理解啦 就是說呢 至少呢 你直接看到程式的時候 你不會說 啊 這到底 這一行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一行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可能會看的 啊 很 很這個齁 不太清楚為什麼這一行是這樣 這樣再敘述 另外的話呢 以後如果有一些程式 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可以先錄製 錄製完之後再去分析 到底它幫你錄製的什麼程式 那你將來如果要再撰寫 對應的程式 你至少可以用錄的方式產生 OK 所以今天的這個部分的話 還有我們總共三個步驟 一二三嘛 OK 然後一二三把它錄下來 那記得就是說呢 如果你錄完的程式 有多餘的動作 那表示 你在錄製的過程當中 有NG啦 那NG怎麼辦 你可能要重錄了 OK 會多餘的東西喔 所以不要有多東西 另外的話呢 這個註解喔 不見得一定要跟我寫的一模一樣 沒關係 你可以寫 你可以打那個 你可以理解的這個敘述方式 因為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那將來你回頭看 你會比較清楚 到底他幫你寫了 就是底下的程式 到底 這個執行的動作到底是什麼意思喔 那另外的話呢 我有上課 都有這個把影片錄下來 那我有再把它貼到那個Poto上面 所以如果你到你的Poto 我們這門課程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有把它貼了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 就是我們 呃 這個前兩週 不 上個禮拜沒有 上上禮拜 兩週的這個 錄影 那錄影的部分的話 大概我們講到的 總共就是 第一個 單元 第一次是講這一些啦 包含就是IPD加LEN函數 那第二次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加了一個TEST函數 然後呢 再來就是開啟開發人員 另外錄製聚集 並產生按鈕 OK 所以這些如果講過的部分的話 之後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 再重複講啦 因為有些我會認為說 這個你應該要把它學好 另外的話 其他還有包含什麼呢 在聚集當中加上註解 還有呢 就是如何去設定VBA的環境 等等的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 你要那個儲存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這個存檔方式 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至於細節部分的話 底下有個完整影片 你可以點擊之後的話 總共就會有六段影片 就六段 有沒有 就在這裡 七段總共有七個 這個是第一次123 這個是第二次1234 另外的話呢 你如果假設剛剛講的部分有問題 你可以再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如果甚至你觀看影片的過程當中 假如有發現問題的話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下方 可以 這個直接留言 這個詢問 那我也會直接在這個YouTube上面 直接給你回答 或者是說啦 你看了某些影片的話 你要打一些心得 就是你的感想 沒關係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 老師這太難了 我不辦法了解 等等啦 沒關係 你可以在上面留言 並且讓我知道你是誰 這個也算是平常成績的一部分 因為上課你們都不跟我互動嘛 那你沒關係 你可以在雲端上跟我互動 在YouTube上跟我互動 沒關係 OK 至少要讓我知道一下你吧 那你平常成績的話 我至少 多知道你 那我會多一點分數給你 OK 所以 當然各種方式啦 最重要是要 確定說你是有在學習的 而且是有認真思考某些問題的 因為 像這種程式 說真的 你如果不動手 不思考 不實做 還有呢 不斷反覆練習的話 說真的 你要把它學會 還真的是蠻困難的 因為 這種程式的東西 最重要是什麼 它不是 跟文學性東西不一樣 文學性你只能念 你可以想像嘛 對不對 比如說你 喜歡看愛奇小說 你可以想像嘛 談戀愛的感覺嘛 對不對 戀愛的感覺 但問題 你說這個電腦 你當然不可能用想像的啦 沒辦法想像 最重要是實作 所以要念理工的人 跟念那個 文學的 文學院的人 這當然感覺就完全不同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你跟理工科的 這個同學相處 有沒有 但現在可能還感覺不出來 可能到大三大四就比較有感覺了 或者是你跟商學院的同學 相處的話 當然又會不太感覺了 所以 當然喔 學校是不希望說 你們有太大的差異啦 當然不是說文學院的學生就不要學程式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還是要必修啦 所以請各位呢 試著再把上個禮拜的這個 部分呢 開起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VBA了 那錄製劇集基本上不用寫任何程式 但是VBA的話呢 就要自己寫了 所以呢 待會我們會產生三個按鈕 再加上一個制定函數喔 那這三個按鈕怎麼產生的喔 我大概demo一下給各位看喔 第一個喔 我是直接從原來的這個錄製劇集這個把它拖拉加Ctrl鍵 喔 就複製一個嘛 然後並且把這邊的名稱改成VBA OK 第一個喔 我已經做了 我先把這個刪掉好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 要來做 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一樣是清除 不過清除這個動作不是用錄製的 而是自己寫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直接把什麼 把之前的這個公式 直接就幫我呢 透過VBA程式直接就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並且呢 從頭放到尾 自動放過來了 OK 啊 這個其實會 你會想說 老師 那這個跟 嗯 啊 錄製劇集很像 欸對 其實蠻像 但差異點就是 錄製劇集是 那個啊 也是有幫你寫出來的 但是這邊的按鈕是我們自己寫的喔 所以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差異 另外最後有一個門號的按鈕喔 跟 門號公式的按鈕有什麼差別 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我如果按門號這個按鈕的話 你會發現喔 欸 有沒有 這個地方喔 這個按鈕呢 跟這個按鈕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輸出的 有沒有 這個是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公式 到這個所有的資料編輯列裡面 它會自動幫你把 這個公式做解析 那另外一個這個的話呢 它是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最後的這個 門號的結果過來而已 OK 所以我再按一下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丟公式 這個是丟一個結果 欸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喔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VBA的這個部分喔 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請各位 就再把那個 上一次上課的 這個檔案喔 先打開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看有關VBA的部分喔 我們 開始了 consumer的 現在我們下課了一個什麼 那就是說 我們下課了一個小的女子 好的時候 有什麼小的女子 然後沒去不要 戴好啊 and 不會啊